像那個土地價還有就是房子的價格 真的讓我們那個下意掉的那種價錢 哇 對 你說得很好 對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難怪台灣人這麼喜歡去日本買東西 因為現在的那個什麼 北日嗎 北日是日幣是便宜吧 對日幣是便宜 現在那個算貴了一些 不過還是那個對甜美來講比較划算的價錢 對 而且台灣人會覺得日本的東西品質都很好 蠻穩定的 對就是Quality 我也這麼覺得 然後食物也都很好吃 因為你可以在台灣發現好多日本的餐廳 對對對 就咖啡廳 那個這個部分也是對日本人來講 住在台灣是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突然想吃 今天不想吃中國菜 想吃那個日本菜 但是馬上找得到 對很多辣麵 對 還有很多 對 所以我覺得住在台灣蠻幸福的 哇 太好了 對日本人來講蠻方便 幸福的 對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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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有吃過日本嗎 沒有 可是我很想去 很久遇到沒吃過的 沒吃過日本的 對 對 可是我之後一定會去 你住在日本的哪裡 我是 我的家上是 福岡 福岡 你知道嗎 福岡 福岡 你知道九州嗎 對 嗯 九州的這上面是叫做福岡縣 嗯 然後 就是到高中 待在那邊 然後上大學的時候 就搬到東京 怎樣 那你最喜歡的日本食物是什麼 對 那你最喜歡的日本食物是什麼 如果我 如果我去日本你最推薦我吃什麼 每次回去的時候 親媽媽幫我做 然後 壽司燒 壽喜燒 壽喜燒 對 就是買 很好的那個鵝牛 然後 在家裡吃 我覺得最好吃 對 因為 我知道 在台灣也是吃得到 就是當地的那個壽喜燒 還是 因為 價錢 有一點太貴 因為 鵝牛是太貴了吧 所以 在家裡 就是 簡單做壽喜燒 是 對我來講 最 最 喜歡的那個食物 對 所以 我下次回去 日本的時候 也是 應該親媽媽 幫我做壽喜燒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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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之前 日本朋友跟我說 這個醬 放在那個 焦飯上面 真的是更好吃 那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哈哈哈哈 我之後也想要學日文 哦 你應該可以 一定可以 因為你會講韓文 韓文的文化跟日本的文化 大家都說蠻像的 嗯 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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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直接的這個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對 啊你都沒有吃耶 嗯 喂 你多吃一點真的 吃的吃的太慢了吧 你喜歡吃日本料理嗎 哦很喜歡 很喜歡 壽司 喜歡吃 都兩個禮拜一次吧 哦這麼少 哦這麼少 比方說去 那個 九九五的時候 他沒有提過那個 哈西米吧 所以那 那時候一起點 嗯 嗯 對喔 因為台灣人也不會天天吃小籠包吧 哈哈哈哈 就一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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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 曾經 吃零蛋混太多次 一陣子我就有點吃膩的感覺 嗯 過來一陣子 隔來一陣子 就是今天吃 我還是覺得蠻好吃的 啊 謝謝 這個 這個吧 那個我學到這個 就是 服務員幫我們倒茶的時候 這個謝謝的意思 真的嗎 那個 台灣人找我的這樣 就是不講也是 這樣 用兩個手 用兩個手指 這樣的話就是 謝謝的意思 我覺得好像 沒有 台灣人沒有特別的這樣子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沒有 通常都會直接說謝謝 嗯 這樣子感覺反而不說話 感覺 感覺不理 啊 就是 蘸也可以 那 用手指 嗯 應該 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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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可能觀眾會知道 對 有可能 哈哈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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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